好 这就来关心疫情不断延烧 台南市长黄伟哲骚走宣布说 各界所关心的台南盐水风炮 如果疫情没有翻转的话 那么会继续办 但还是会滚动式来调整 至于东台湾 台东最受瞩目的元宵炸邯郸野 结论跟台南大不同 在疫情未知下 邯郸野今年相关活动是二度取消 台东炮炸邯郸野 是春节期间 台东地区最受瞩目的宗调盛事 今年确定二度停办 那中央也已经发报新闻了 所以我们配合了 台东的疫情控制得很好 也不能因为说这个活动要办 然后把疫情引进来 今年又炸不了台东的邯郸野 那同样是在元宵节 举办台南盐水风炮 还能释放吗 我们目前为止 第一个盐水风炮 距离到现在还有三个礼拜的时间 所以说目前为止还是如常举办 洪伟哲说如果没意外 今年盐水风炮确定会如期登场 但身为众神之都的台南 其他宫庙的年度盛事 仍然受疫情影响 部分活动被迫喊咖 台南四点大天后宫 路尔门天后宫宣布取消抢投降 国地民俗东山迎风俗活动 则延续去年规定 部队外开放 谢绝交陪公庙跟镇头参与送假 信众管理随乡也不行 虽然盐水风炮照常举行 但黄伟哲强调防疫工作一点都不马虎 不管年货大街或者人潮聚集地 民众违反防疫规定 立刻就会开单告发 年阶期间更为加强查查力道 避免病毒有机可乘到处作乱 记者综合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